2014除了总统大选之外 立委的选举当然也备受关注了 尤其是在台北市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之前跑去当台北市副市长的林奕华 他留下来的大安区 现在更是蓝颖角逐的重点 那么想选的人包括有谁呢 包括有台北市的现任议员中佩军 那么当然也有前任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了 中佩军现在就搬出来过往 马英九他的倚重幕僚金普聪 他说他有获得金普聪的鼓励 那么也从中得到了一些建议 不过其实呢 中佩军决定出战之后呢 这攻势是相当猛烈 包括他自己讲了 绝对不会去选市长总统 也不会全国行脚 甚至不会大安区落跑或荒废服务 有人就说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冲着罗志强而来 那么罗志强呢 他也不是没有准备 现在跑去高津素媒的办公室 担任这个立委的办公室主任 那么我们当然看到是 他说呢 现在他都在持续的请议当中 请议谁呢 包含了台北市大安区 在地的议员王欣怡 因为论资历跟票数呢 王欣怡可能都比中佩军还要来得高 那么陆战他也很强 所以因此传出他要找王欣怡 来当他的总干事 不过对于这样的传闻呢 罗志强就说了 如果有机会合作的话 一定会跟大家说明 现在还在跟大家讨论当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